好 各位朋友 大家晚安 歡迎來到音樂的星期一 我們今天的主題叫做 意識 訊息 靈魂不寫 靈魂不寫是括號起來的 等一下各位可以詢問一下 黃老師有什麼括號起來 他是真的相信有靈魂這樣的東西 或者他有不同的方式去理解 所謂的靈魂不寫到底是什麼 剛剛各位自我介紹 或者已經提到一本書 到底是什麼書呢 其實就是黃老師剛出版的書 就是《誰是我》 《時報》出版社出版的 那這本書呢 是黃老師他數十年的研究的星期 用比較接近一般人可以閱讀的方式 但是一定有非常扎實的科學的論述 一本哲學書籍 那各位有興趣的話 街頭上等一下的書店也有排這本書 有興趣可以自行去購買 那我們在活動開始之前 我再簡單介紹一下洪老師 雖然在座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洪老師 甚至整個陽明心智研究所 都全員心動 不簡單介紹洪老師 洪老師可以說 基本上他開啟台灣心靈哲學研究的先驅 因為在90年代的時候 心靈哲學並不是一個非常熱門的學家 他剛剛開始萌芽 甚至關於意識的研究 幾乎是碰毛領法非常的少 洪老師幾乎是開創者的角色 他先後創了中正哲學研究所 後來又到陽明大學 創了新智哲學研究所 他一直在台灣的哲學界 他是有非常高的地位 然後他以他的學者的這種身後的功力 來寫這本 那一般人閱讀的書 我覺得是非常難得 因為台灣的學界的老師們 尤其是大師 都很真實慾貌 不太願意寫 以一般人為對象的哲學書籍 那這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作 那各位有興趣可以參考這本書 然後第二位講者是紀建志老師 他的專長也是心靈哲學 然後因為我們的介紹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不耽擱兩位老師的演講 所以我們現在一起掌聲歡迎洪老師 謝謝大家 我演講的時候習慣看到大家 這個是平面的一個講法 所以如果我站在下面 後面的人我看不到 所以站上來可以嗎 知道哪一位可以嗎 那剛剛聽各位的自我介紹 坦白講我覺得是蠻艱鉅的一個任務 就是在下面四十分鐘裡面 要對一些 這本書裡面 我覺得會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很多人會有興趣的主題拿出來討論 那今天坐在這邊的各位 每個人心中都白抱著一些問題 有一些想法 有一些期待 那我下面如果會滿足每一個人的期待的話 我希望以後還有機會我們可以再來討論溝通 那剛剛介紹我這本書 本來我承諾主辦單位絕口不提我的書 因為我們這個不是做生意的長合 那這本書的題目叫做 誰是我 這個題目坦白講 開始不是我想的 我的題目原來的題目叫做 意識至我與世界 意識至我與世界 那這個書稿送到時報出版社以後呢 這個出版社的編輯曲 就覺得說這個題目太學術了太硬了 沒有人會看 他們建議說是不是改一個題目 我說你們通常出版社都會跟你改題目 很多人警告我不要讓他們弄 那個總編輯很好 於總編輯 他說我建議 我們就叫做誰是我 這個題目 我聽到整個快昏啊 誰是我 沒錯 誰是我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 但是這樣的題目 跟我原來要講的好像 好像這個很難搭上邊 那我就去Google一下 去找到底誰是我這樣的題目 過去大家怎麼看 有沒有人用過這個 結果沒想到 Google下來誰是我非常多 還有很多書也是誰是我 還有書叫做我是誰都有 那我建議出版社說 好我可以同意誰是我 但是可不可以 因為這裡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誰是我 但是我是誰 誰是我比較困難 我是誰比較簡單 但是這兩個問題 在我的書裡面都涵蓋了 那這什麼意思 其實 這個 這兩個 這兩個句話 這個應該不叫句話 這兩個詞 最早出現是在禪宗裡面 禪宗有一個 其實是清朝的一個順治皇帝 他寫了一個很長的詩 那前面兩句就是 我馬上要介紹這兩句話 這兩句話其實原始的出處 是禪宗 禪宗的一個達摩祖師的老師 達摩祖師的老師講的 那這兩句話怎麼說呢 第一句話是說 未曾生我誰是我 就是當我還沒有被生下來的時候 誰是我 第二句話是 生我之後 我是誰 那我被生下來以後 我是誰 那第一句話很難 為什麼很難 因為 如果你覺得 你認為 你媽媽懷懷十月 把你生下來之前 不存在 存在主義會這樣講 你存在是因為你媽媽 跟你爸爸 某一天 做了一些事情 然後你就懷孕 就生下來 之前 你不存在 但是 我一直覺得 我雖然找 年輕的時候 是一個物理論者 物理論的意思就是說 在哲學上就是說 這世界是物質構成的 這是一個物理世界 而且 除此之外 物理世界之外 沒有啦 沒有靈魂 沒有非物質的心靈 沒有非物質的鬼 等等 那剛剛有一位 這個 民眾 他說他想 想知道 這個 我對靈魂啊 很多人 其實很多人 都抱著這個困惑 我這個靈魂 靈魂不朽 是人家一號 就是希望 不要誣導到說 我講的靈魂是 民屬信仰的靈魂 也可以是 但是比那個 複雜一點 那 你還沒有被生下來之前啊 事實上 我剛剛講說 我一輩子一直 對這個問題很困惑 其實我在 作為一個 唯物論者的時候 總是覺得 這不可思議 就是在 呃 幾十年前 在我被生下來之前 我竟然 我竟然不存在 這個 你不覺得 在座有很多年輕的朋友 啊 可能三十歲不到 三十歲了 三十年前 我們都在了 對不對 我們都在這個世界 可是 在座這些年輕朋友 三十年前 你們不存在 這個是 很不可思議的 然後 再過一段時間以後 你會死亡 死亡 你就不存在 你本來是存在的 你有感覺 你有經驗 但是 過一段時間以後 你竟然不存在 這個是很不可思議 啊 我從小到現在 很難理解 這樣的一個 一個事實 就是 我原來是不存在的 然後 突然有一天我存在了 然後過了幾十年 我走了 我又變得不存在 我就存在在 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 這 交界的這幾十年 可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 有沒有問題 你為什麼 在這一段時間存在 你為什麼不是在日治時代 日本統治的時代 存在 你為什麼不是 呃 再過五十年 等這個台灣變得更好 然後再存在 為什麼是現在 為什麼此時此刻此地 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時間點 而且是你 在這邊存在 這個問題其實蠻困惑 蠻難解答的 另外就是說 即使你不去 呃 考慮這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你 為什麼 你作為一個 感覺經驗的 主體 你從你 這邊 作為一個中心 去 感覺整個 整個世界 整個宇宙 你從你的經驗 開展出整個宇宙出來 可是為什麼 你在你那裡 為什麼你不是 你隔壁的這位朋友 為什麼你不是不認識的人 為什麼你不是 啊 英國人 為什麼你不是白人 為什麼你不是黑人 就 為什麼你是你 這個 很 很令人困惑 不是嗎 所以 啊 如果 假定不管這個 還沒有生下來之前 你在不在 或者 啊 死後 你是不是還在 你存在 這件事情 你存在這件事情 還有一個 更困惑的問題 就是 你 為什麼 不是另外一個人 你為什麼是你 啊 有一個哲學家 他叫Thomas Nagel 他就說 他在批評那個 維物論 他說 啊 維物論認為世界是物理的 我們可以透過物理科學 對這個世界有一個完整的了解 沒有東西會漏掉 這是物理論的基本的看法 物理科學就可以告訴你這個世界的一切 可是 Nagel 問一個問題 假定我們對 這個世界裡面的六十億顆頭 假定你是一個老科學家 六十億顆頭 你都有完整的知識 完全了解 知道這顆頭裡面的所有的運作 他的思想 他的信仰 他的一切 但是Nagel 這個是NYU的哲學家 現在還在還活著 他問說 好 你對六十億個人 你有完整的知識 但是 他說 我問你一個問題 你知不知道哪一個頭是你的頭 大家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Nagel 說 如果你是一個維物論者 你沒有辦法回答 你有完整的物理知識 可是你不知道哪一個頭是你 你要知道 哪一個頭是你 唯一的可能 是 你在那個頭裡面 你要在那個 那個頭裡面 以那個頭為主體 以那個人的身體為主體 去感知 感覺知覺 這個世界 除非你進到那個人身裡面 身體裡面 否則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你的身體 或者是別人的身體 所以在意識 在研究意識的時候 其實我們關注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主體性的問題 就是 這個世界 如何可能由你 你作為一個主體 主體是一個感知的中心 這個中心在一個物理系統裡面 怎麼可能 如何產生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是所謂的主體性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是 你有主體啦 你是一個感知中心 然後你就開始接觸這個世界 你有各種感覺知覺經驗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 啊 其實你可以像一個機器人一樣 你對這個世界有適當的 的 的 的回應 它給你 input 這環境給你吃雞 也會有適當的回應 就是 最近台灣不是流行叫做 喪失嗎 zombie 喪失 很多電影都演喪失 喪失就是 他沒有感覺知覺 但是他 具有 正常人的一切行為 他不會痛 他 他眼睛可以辨識物體 可是他沒有視覺 他沒有聽覺 可是他耳朵可以接收聲音 可以辨別 他像個電腦一樣 那這樣沒問題啊 你可以是一個喪失 可是事實上 我們都不是喪失 為什麼 我們要多出這些感覺經驗出來 沒有感覺經驗 好像ok啊 我們每個人都 都是喪失 我們都像 這個工智慧 機器人一樣 這個世界還是運作的 非常忙碌 ok的 我為什麼要有感覺經驗 感覺經驗 英文叫Quality Quality 就是Quality 的東西 就是一種質感 就是你痛的時候 那種痛覺 看東西的時候 那種視覺的感覺經驗 這個東西叫做Quality 所以Quality 我們的腦如何產生這些經驗 這些感覺 這是第二個很難的問題 所以我剛剛講了 意識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主體性 為什麼 你是一個subject 為什麼 subject在哲學上 我們是把它理解成觀點 就是你為什麼有一個觀點 這個世界how come 怎麼會形成一個觀點 然後你從那個觀點去感知這個世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有感覺經驗 這些感覺經驗 有它的質感 有它的內容 我為什麼需要這個 為什麼存在這些感知 這是兩個很難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我的同學叫David Chandler 很有名的哲學家 它把它叫做the harm power 攔截的問題 很困難的問題 那過去 大概意識研究是從1980年代末 1980年代末開始 科學家開始碰觸這個問題 那現在大概已經過了三四十年 提出來的理論非常多 至少有一二十種 在這個市面上流行的理論 但是 在學術界 沒有任何共識 認為哪一個理論解決了 剛剛講的這兩位 或者 David Chandler的 攔截的問題 沒有任何共識 事實上 包括一些主流的科學家 他們都認為 他們的理論可能 只能處理到 這個 你的認知功 你 你跟這個世界的互動 Input Output之間的這些關係 或者你的認知 你的思考 你的推理 都可以處理 但是 沒有辦法解釋感知 沒有辦法解釋主體性 這個問題還是 還是困惑 還是困惑 所有的哲學家跟科學家 最近有一個 英國的 Sasset University的教授 他叫做Anniel Sachs Anniel Sachs 寫了一篇文章 當然他在推銷他的理論 他在這個問題 第一個他說 我們承認有這個問題 有這個很困難的問題 承認有 第二個 可是這個問題 會妨害科學進步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不要管他 那我們做什麼呢 我們去做 意識的一些性質 如何由你的大腦產生 我們研究這個就好 他提出他的代表性的理論 今天我們不進入那個細節 簡單來講就是說 有一些科學家認為 剛剛我講那兩個問題不存在 但是那個也沒有共識 他們也不是 不像物理學 物理學一帶有共識就是共識 量子力學一帶接受大家都接受 量子力學跟相對的有矛盾 大部分都同意有矛盾 所以物理學是遲早會有共識 而且在普通物理學裡面的 要給大一來學的物理學 基本上科學社群都有共識 可是意識研究 在科學上到現在沒有任何共識 這代表說這些學術社群 對這個問題是眾說非語 那我在寫這本書我就在想 有沒有 到底是不是傷心亂 如果我們一直找不到好的理論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去處理 感官經驗的問題 一直沒有辦法去處理主體線的問題 會不會 可能基本假設出了問題 什麼叫做基本假設 就是會不會 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最根本的存在 到底是什麼 這個假設出了問題 那我剛剛講物理論或者微物論 它的基本假設就是 這個世界是物質過程 那如果在物理學界 物理學家來看這個說法的話 它會說這個世界是由基本粒子 有particle 有粒子 粒子是一種可以在空間裡面 存在在空間裡面的一個物質性的東西 這個是由粒子構成的 那這個基本上 我剛剛講過三四十年來的這個意識研究 都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形上學的基礎上 就這世界是物質的 構成的 世界是物理的 但是 科學家 物理學家 是不是有共識 認為世界都是由粒子構成的 不是 不是 這個 這個 物理學家 也有很大的 政論 那我書裡面就 基本上就是 去爬書 這些 物理學在過去五十年的變化 那我用一個代表性的人物叫 江輝勒 江輝勒 他在他的傳記 兩千年初 大概十一世紀初的時候過世了 他是因為癌症過世了 然後他診斷出癌症的時候 他大概在過七八年了過世 診斷出癌症的時候 診斷出癌症的時候 他寫一個文章 他說 我得到癌症 我生命所剩不多 所以我剩下的時間 我只能做最重要的事情 他說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探討 這世界最根本的存在 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說 什麼事都不做 我只做這件事 所以他最後幾年 他都在研究這個 後來他傳記 他的自傳 把他一生的物理學的思想 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就是 唯物論的階段 就是認為這個世界 是有 有粒子構成的 他早年他也相信這個 但是我 借用了一個 哲學家的整理 他對這樣的一個 認為 particle 是 對根本的存在 他提出一些主意 一個問題是 在量子力學裡面 地質沒有確定的位置 你沒有辦法確定他在哪裡 你這個要測量他在哪裡 他就是靜止中 他就 你就測不到他的運動 你如果要測他的運動 你就測不到他的位置 這個叫測不足 那艾斯坦認為 這是我們觀察上的 這個實驗工具的不足 可是 根本他跟學派 以及現在的物理學的主流 認為說 量子力學講的就是世界生象 就是我們無法確定一顆粒子在哪裡 無法確定 第二點就是 一個粒子到底在哪裡 你沒有辦法確定他在哪裡 假定你現在可以確定他在哪裡 那只是一個機率 譬如說你身上的一個粒子 唯無論認為你是有粒子構造 整個身體 你身上的一顆粒子 它在你身上 但是那只是一個機率 只是一個機率 這一顆粒子 有可能 就是機率不是你 有可能在五億光年 十億光年 宇宙的另外一個角落 這個可以apply到 應用到你身上的所有的粒子 換句話說 你的身體裡面的這些物質 它有可能機率不是你 你以為它在你身上 事實上它可能在十億光年 二十億光年 宇宙的某個角落 所以 粒子的確切位置 的確是很難很難確定 在量子力學裡面 第二點 假設你的房間裡面有一顆粒子 假設你看到了 這粒子就在這裡 只有一顆在這裡 你說這粒子在這裡 窗外有你的朋友開車過去 他說 車上看你的粒子 他看到的不是一顆粒子在這裡 他看到的是 是粒子整個像那個 你在塗抹花生醬 或者果醬 在背包上一樣 是這樣抹 抹過整個房間 一顆粒子是 在整個房間的任何 任何地方 它都出現 或者說 因為機率不是你 所以 外面有人看到的是 一個粒子 Spray out 開展開來 其實不只是你的房間 它可以是在全宇宙 整個宇宙 這個 開展開來 第三點 假設你要算粒子的數量 這個咖啡店有三個房間 假設這樣 你就算這個房間有五顆 上面有八顆 另外一邊有兩顆 加起來是十五顆 你高興十五顆 我請基建哲老師 他也算一遍 結果他算 這邊不是八顆 上面也不是五顆 他加起來總數可能是十六顆 每個人 你重複算一次 即使你自己再算一次 那個數字就會改變 那你怎麼樣 算才不會改變 但是這個算法是又辦不到 但是只有辦不到的算法 才有可能算到這個 到底有多少顆粒子 就是你三個房間要通時算 那這個 這個辦不到 因為你要通時存在在不同的空間 這是第三個 第四個是關於真空 真空在物理學上就是一五所有 什麼都沒有 可是 就是在量子力學裡面 一五所有的真空 你可以偵測到粒子的存在 這是一個很麻煩的 就是明明是真空 我還是可以測量到很多粒子 所以真空簡單不是真空 還有現在大家發現說 在真空裡面 有一些粒子會突然出現 它什麼都沒有 可是會出現 然後會有消失 所以 這種粒子 他們把它叫做 virtual particle 就是虛擬的粒子 虛擬的粒子會出現消失 出現消失 那如果說不是真空 這個沒什麼問題 不是真空 本來就有東西嘛 可是真空 物理學定義上的真空 一五所有 可是它會出現消失 出現消失 所以這個是 也是一個很吊詭的事 那 第五個事 也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校園 叫做 文露 就是文露 Effect 那是什麼意思啦 當你在觀察一個真空的時候 它可能是真空 你沒有觀察到任何粒子 但是 在這個真空裡面 如果你靜止不動 你感受不到粒子的 跟你的作用 因為它是真空嘛 可是在真空裡面 你如果移動 你就會好像在水裡面移動 你知道 會有一個阻力 然後 構成一個軟流 軟 為什麼叫軟流 它的溫度會增加 所以這個禮拜也是 蠻奇怪的 所以這些其實 物理學家其實基本上放棄 這個世界是有粒子構成 他們現在 因為後來 為了解決 愛因斯坦跟那個 像對論跟量子力學的矛盾 這兩套物理學理論都很精準 可是擺在一起會矛盾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有一套物理學的理論 正在發展中 叫做 量子常理論 寬問不有 量子常理論 量子常理論其實就 進一步主張 這個世界的基本存在 不是粒子 而是常 是不有 那什麼是常 如果你想像古典的 古典的常 古典的常比較容易想像 古典的常就是 電磁常 重力常 強作用常 弱作用常 四種力構成的常 可是這些古典的常 本質上還是物理的 本質上還是物理 所以 你如果 要解決剛剛那樣的問題 你用古典的常 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 所以 在物理學家 很多物理學家 包括 很有名的 Sean Carroll 叫做理工學院的教授 還有這個 一切都被我講的得主 他們 寬問不有量子常理論 有希望可以解決 剛剛講的那個 矛盾的問題 那如果你 不用古典常 我用量子常 那量子常就很麻煩 因為量子常 不是 像古典的立常一樣 你可以 給他 給他確定的素質 然後 困固在這個空間裡面 量子常 給你 一個計算 這個點 上面的 物理量 他出現的機率 給你這個計算的 這個 函數 給你這個 那什麼是一個常 每一種例子都對應到一個常 中子 對應到中子常 電子 對應到電子常 那 講對我們有無限多的中子 那它是對應到一個中子常 就是 一個 一個例子的類 有一個常 跟它對應 那這個常 那這個常 是就像 你可以想像它是一片薄沙 一片薄沙整個瀰漫整個宇宙 涵蓋整個宇宙 常是無限 廣言 四面八方開展 然後這個場呢 它每個地方有它的能量的激發 那有些 比如點啊 能量的激發 然後 這樣 這樣強的話 那個地方就 會產生一個能量包 那個就是栗子 那就是中子 就好像 你可以想像 像海浪一樣 像海水 平靜無坡的海 就像一個平靜無坡的 Fill 的場 那它有能量的激發的時候 就像 這個海開始起浪 起風浪 那這個風浪就會把水 潑上來 你就看到浪花 這個潑上的浪花 就是粒子 就是 就是中子 就是電子 子子 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看到的物理世界 所有的粒子 都是廠的能量的激發 Excitation of energy 那 你把它推廣到聚觀的世界 像你我 我們也一樣 我們都是 在這樣的這個量子廠裡面的一個 一個 激發 這些能量的激發 那 這激發 能量的激發 它扣上來 海浪上揚 可是它會掉下去 所以人的一生就像 你被激發上來 你這個泡沫的形式 存在一段時間 然後掉下來 你的一生就結束了 所以 到最後是 可以這樣來理解的 就是我們習慣的 我們經驗到的這個 經驗世界 就是我們今天 我在這邊演講 大家來聽我演講 我們 好像 按確定的 一致 可以坐 有燈光 有主持人 都是真實到不行 都是真的 但是從一個量子廠的觀點來看 其實 我們壯士是物質 事實上 我們是 相對應的量子廠 激發的結果 可這個激發再來 它並不會永遠 像海浪一樣 就停在那邊 它會掉下來 因為它能量 不會一直維持在那裡 所以我們 人生 或者我們 就世界裡面的所有的變化 就是come and go come and go 就是 發生了 消失 發生了 再消失 但是 為什麼我要講聯合不朽 因為 發生了 大家 活在這個 今天 也有感官 也有經驗 也有 感知的中心 也是一個主體 這些都是一個 一個 物理世界裡面的 我們共同 我 分享的一個世界 可是這個世界 不是 世界最根本的本身 世界最根本的存在 不是這個 這個是 我們這個世界的存在 是從更根本的那個地方 所 所 所發生的 所開發 開展出來的 所以我在 這個書的最後面 我是用到 那個 就是物理學家 叫菲薇摩 其實他認為說 我們的這個 生活世界 我們 習慣 我們熟悉的這個 物理世界 包括物理學家 研究的這個 物理世界 其實 他把它叫做 這個 顯出秩序 我們是 顯現出來的一個 宇宙秩序 我們整個宇宙 是顯出秩序 那顯出秩序 是從哪個地方 顯出出來 從哪個地方來的 他是從 引入秩序 所以 David Bohm 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 物理學家 他認為世界的根本 存在是下面那個 引入 的 的秩序 英文叫做 implicate order implicate order 是引入秩序 然後引入秩序 跟顯出秩序 顯出秩序就是我們的 物理世界 這之間呢 是一種 勇動關係 不停的在那邊 這個 這個流動 運動 所以 引入秩序 會 開展出 這個世界 然後 這個世界呢 過一段時間以後 火山類人 他會 被回收 回收到下面的 這個本體世界 那本體世界 回收以後 因為他是 一直勇動 那個 因為我們把它叫做 hollow movement 他是有動 他一直永遠在那邊動 就是 開展 回收 開展 回收 這個是一直在 在進行 所以我們的世界 被開展開來 那有一天 整個 整個宇宙 回收回去 然後宇宙 從武到武 然後從武 再到武 可是他不是真的 也不是真的 從武到武 那我為什麼會說 靈魂不朽 我們都在這個 顯出秩序裡面 我們在這個 這個 感官經驗的世界裡面 這個是 從下面那個世界 下面那個秩序 從開展開來的 但是 他會結束 但是他不是 就消失 那那個下面那個世界 到底是什麼 這個 就用江規的語言來講 他認為那是 Information 訊息 訊息 出存在 這個 InPKO的 就是 引入資訊 訊息 去 蘊涵 所有的可能 世界的 所有的可能性 所以 包括你 以及你 經驗到 我們認為你有靈魂 你的靈魂 其實都是一些訊息 他沒有開展之前 他是訊息 訊息 是儲存在 下面的那個 本體世界 這是 將規的 用的語言 就是訊息 那如果從這樣一個 理論架構來看 從這樣一個理論架構來看 我先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個不可思議 那 怎麼可能 我的訊息會儲存在那裡 我們做一個類比 我講生命科學 大家都很熟悉 基因 大家一定要讓我們聽 對不對 那個 侏羅紀公園 大家都看過 侏羅紀公園 也什麼 有一些科學家 在 那個 有一種 樹枝 形成的那種 琥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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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琥珀裡面的那個蚊子 蚊子因為叮了孔螺 吸了恐龍的血 那血裡面就有 這個 恐龍的基因 可這個基因 包在琥珀裡面 埋了幾十萬枚 幾百萬枚 都被火挖出來 挖出來以後 科學家把那個 蚊子裡面的血拿出來 就可以 恢復恐龍的基因 恐龍的基因就是關於 恐龍的所有的訊息 所以 科學家就可以把這個基因 再重新讓它 復活 就可以 複製 戴了恐龍 那一樣 你身上也是有基因 你每一個細胞 每一個細胞 都有完整的基因 所以我只要取得你一根頭髮 你的蚊子都在我這裡 所以你如果你是哪個女生 喜歡哪個男生 就跟他要一根頭髮 他都在一邊 他跑掉 沒關係 你跟他一起去 所以 訊息這個觀念 不是空思明想 是可能是真的 就是說 歪女 你是誰 你是什麼 其實都在基因裡面 對 現在還有基因治療 就是你會得什麼癌症 都可以用基因篩選 預測你會得什麼癌症 然後 什麼癌症是哪一段 基因 所負責的 都有 很多都有答案 不是所有都有答案 很多都有答案 你可以做基因治療 就是在他發病之前 你先調整那個基因 這個現在都辦得到 這是真實的 那所以 關於你的訊息 你的身體已經不在 你的訊息儲存在那個引入之序 這個 沒什麼神秘的 對不對 這個是說得透了 那在下面 我們那個細胞的基因 還是必須有 去氨核糖核酸 讓這些物質來成長 可是在引入之序 在世界最根本的存在 那個地方 是沒有物質 是非物質的 但是 訊息本來就是非物質 所以 江輝勒他講一句話 他說 我研究物理學 研究了一輩子 沒想到 我現在竟然相信 這個世界是建立在一個非物質的基礎上 這個世界的Building Block 世界的那個 蓋起來的那些磚塊 不是物質的 而是 Inmaterial Information 是非物質的訊息 這是江輝勒到最後 他在他的製作裡面 這樣講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物理學家 他從一個唯物論 到一個 四黑四白 好像唯物論又很相反 唯物論 就是那個Fill 量子長 那個階段 到最後他 量子長他也放棄 他乾脆 只當訊息 那如果你接受訊息理論 其實今天 有很多其他的 本來是不相干的研究 但是今天都可以 互相支撐 譬如說全向攝影 全向攝影 HoloBron 我都在座 大家有沒有聽過 全向攝影 就是 我今天沒有帶影片來 不然可以給大家看 那個Michael Jackson的表演 Michael Jackson已經不在了 可是我們可以用全向攝影 全向攝影 再恢復 Jackson 讓他重新在舞台上 重新表演 這這樣你就辦得到了 那甚至於 日本 東京大學有一個團隊 他們發展出 因為全向是造影 全向造影造出來的那個影像 其實只是光而已 所以你可以 手可以這樣 你如果去把那個 這個Michael Jackson 是打不到的 因為那裡 並沒有真的具體的物質 你會穿透他的身體 而且你摸不到Michael Jackson 跟東京那個團隊 他們做出來什麼 就是他們造出非常簡單的 全向攝影 全向造影 然後你如果去碰他 你會有觸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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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句話說 那Hologram 那全向 全向攝影 啊 產生感覺 是辦得到的 換句話說 你今天你可以 你將來可以 搓射一個Michael Jackson 在我這裡 然後你推他 他還會被你推到 你會記得有一個人 有主力 你派他也會有聲音 如果他拿著一杯紅酒 那杯紅酒也有味道之類的 這是辦得到的 就是說 全向造影 可以製造出 跟真實世界幾乎一模一樣的世界 你無法區變 這是Holographic的圖的影像 還是真實的真實的影像 你無法區變 所以最近有那個 物理學的諾貝爾獎得主 還有一些很有名的物理學家 像Demple大學的Sakin教授 他們就認為說 其實我們的宇宙 是Holographic 就是全向造影 真正這個世界 這個宇宙 最真實的 其實是訊息 是Information 就是跟John Wheeler他們一樣的看法 那這個訊息呢 儲存在哪裡 假定你可以設想 宇宙像一個籃球這樣 當然宇宙不會像一個籃球 可是我們減少一個dimension 來想像 它好像是一個籃球一樣 那個訊息就 出存在這個籃球的表面 物理學家把它叫宇宙的包膜 包膜是我的範例 它是叫membrane 這個英文 這個包膜 訊息 因為訊息是2D的 訊息就是010101 這些東西而已 所以它是二維的 它是在這個籃球的表面 然後我們宇宙是在這籃球中間 這個宇宙哪裡來 就是由這個籃球表面的這些訊息 全向佛影 佛到這個世界來 所以我們這個世界可能是全向佛影的一個結果 大家以為真實的不得了 事實上我們都是不全向佛影 然後你在這個世界 come and go 被生下來然後死掉 事實上你並沒有消失 可是你還在那個訊息的包膜裡面 所以這些都是其實都呼應了靈魂不朽的觀念 你靈魂不要把它想像成一般常識那個靈魂 而是關於你的完整的訊息 關於你完整的訊息 不會從這個世界消失 你被生下來這個訊息是被開展開來 到這個世界來 當你走了那一天 你不是一五所有 這個從有到無 一了白了 不是 你是身體在捐出來而已 身體在還給這個物理的世界 你的訊息 關於你的訊息 是回到了那個引入秩序 所以在這個意義呢 靈魂是不會消失的 靈魂如果是訊息的話 靈魂是不會消失的 啊 這樣來看我剛剛 我剛剛 演講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困惑也開始有了答案 就是 未曾生我誰是我 訊息 我還沒有生出來 訊息 我還沒有生出來 生我之後 我是誰 訊息的 的 權相 火眼 幾個例子來講 或者訊息的 在這個 顯出秩序裡面的開展 所以我們會 我們的信息 也會被開展到這個世界 可是也會回收到世界的本體 我們在本體是 永恆的 它是有動的 不停的在動 它不停的在開展 回收開展回收 所以 你今天在這個世界過了一生 走了 沒關係 消費 消費了 然後 你等了下來去開展 那問題是 你記不記得上一個世界 我想不要記得好了 對不對 我們就 start a new line a new 重新開始一個世界 啊 我希望 可以滿足 剛剛 大家自我介紹的時候 就抓了很多期待跟想法 好 謝謝 謝謝 剛剛洪老師用非常 就是 非常稠密的科學跟哲學的概念 然後 很清楚的交代他的思想的感覺 因為 他很清楚交代說 我 他研究了這幾十年 關於什麼是意識 什麼是心理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沒辦法解決 那 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提醒就是 或許我們該改變我們 對這世界之間的假設 要把這世界 理解為例 甚至可以把這世界 理解成訊息 或許我們的意識有一個 反而是 一個新的轉變 一個新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呢 這個 洪老師才在標題裡面寫 靈魂不朽 他括號起來就是 我們如果重新理解 靈魂就是你整體的訊息的話 那他確實不會消息 他又完全在於這個世界 但這個靈魂不朽可能跟很多人 期待說 有個來世要 可以幹嘛幹嘛 可能跟各位的期待會有落差 但他是一種很科學化的方法去理解 你這世界的本質 你心靈的分析 那我們接著呢 就邀請我們的紀鎮志老師 他專長的是心靈哲學 扮演一個挑戰者 或者提問者的角色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研究和想法 請請早上歡迎紀鎮志老師 其實我要找挑戰者應該找別人 適合當一個挑戰者 因為基本上來講 就是 其實我受洪玉宏老師的起發滿多的 原本就是 在思考意識問題的時候 也是遇到了很多的障礙 然後呢 我也開始慢慢的轉向去思考說 是不是靈魂是有可能存在的 那我也寫了幾篇的論文 討論說 是不是 我們應該要離開唯物論文 開始去思考 就是 把心靈當作一個是一個 非物質的東西 這條路線 不過這條路線 不只是做科學研究 哲學研究其實很困難 就是說 你想要找一個比較合理的理由來支持 其實沒那麼容易 其實我還是寫了兩篇論文 所以我原本想寫一本書 後來發現好像沒那麼多東西可以寫 然後寫了兩篇論文 我覺得已經是極限了 然後我已經寫不下去了 就是 因為剛好最近這一段時間就是 這個問題還滿熱的 就是有一個期刊 他想找一群人來談論靈魂不朽這個議題 那希望我也可以來寫點東西 可是我那時候就想說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能寫什麼了 就是 再寫就變宗教的一個論述了 宗教跟哲學有什麼不太一樣呢 宗教你可以自己說得高興 只要聽起來有道理就可以了 不用有多少的 它的合理性大家就聽起來好像 不是第一期讓人家覺得是錯的 你可以自言其說 可是哲學的話不是 哲學跟自言其說之間有一段差距 它至少要在某一種程度上 它要提供理性上的一種合理性 當然你如果說有更越多 好像洪老師在提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有越多的科學根據 因為基本科學知識還是一個 所在說服力比較高的一個狀態 因為它有比較多的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支持 那我們越有越多的一個科學證據來支持的話 你可以擁有越好的一個哲學論述來說服別人 那就在我很迷惘的時候 剛好洪老師出了這本書 然後把這個宇宙全奇論把它引進來了 那原本我過去就是 在這裡就是插一下話 就是題外話 我覺得哲學興趣我不要太嚴肅 我一直一下這樣認為 雖然我不是主辦人 你們不要吐槽我 就是因為我在美國唸書的時候 就是我們禮拜五晚上是玩樂的時間 禮拜一到禮拜五白天 我們都是很認真的在看 所以沒有人辦任何活動 到星期五開始我們就是狂歡 然後一直玩到禮拜天 然後那幾天我們是不做任何事情的 尤其是星期五晚上 所以星期五晚上是時間 對一個哲學家來說 星期五晚上就是不要動太多大腦 不要太在意邏輯思考 所以我那時候 所以我那時候 我講了廢話之後我回不去了 我看了這本書 然後 對對對 有想到我要講什麼 就是我剛到美國去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原本就是念心靈哲學 然後我到美國想要繼續念心靈哲學 那時候我遇到一個同學 跟我同一年進去的 那他也是要念心靈哲學 我們那時候錄取的人裡面 好像那時候博士班錄取的人裡面 只有他跟我自己要念心靈哲學的 然後我們一樣我們就會互相詢問對方 你為什麼非念心靈哲學 因為他的理由非常有趣 因為他說他的朋友他的師長都叫他不要念心靈哲學 他會覺得很煩 因為曾經有人這樣跟他說 那為什麼煩 因為你可能念哲學 念一念念一念 教授會叫你去念別的 你要念心靈哲學的話 基本上你念心理學 這是個必備的常識 然後你可能念一念沒多久 然後你就知道教授教授教授說 你去修個腦神經科學的課 然後過一段時間他可能會教授說 你去修個電腦科學的課 因為研究心靈哲學尤其你要研究意識 我們現在在整個人類的知識進展上 我們從四面八方各個角度開始思考 人的心到底是什麼 人類學 心理學 腦神經科學 然後電腦科學 可以用那種程式模擬去瞭解 人心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你要念心靈哲學 你可能要被要求那一大堆東西 然後我們都把它完成了 然後最後發現還不夠 現在又冒出了量子力學要來念 就是如果說你是一個很不喜歡 學知識的人的話 會覺得他是很煩 可是我那位同學跟我一樣 會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 而且因為你必須要去念 而且念了之後 你就會豐富你的整個思維 對於人心到底是什麼 這個問題有更多不同的一個角度可以去思考 我在博士論文口試的時候 我一個老師曾經問我一個問題 他是電腦科學系來的 因為我跟學習洪老師 就是我除了念哲學以外 認知科學一起念 所以那時候會有那種電腦科學系的老師 在口試現場 然後他問我一個問題 他問我說 你認為未來終於要揭開意識的謎底的時候 你認為會是腦科學還是電腦科學 人腦科學 神經科學還是電腦科學 他當然希望我回答電腦科學 而且我以前就是念電腦科學的 所以在我念哲學之前 然後可惜我給他回答的是 我覺得是腦科學 神經科學 我覺得他應該最後揭開謎底也是神經科學 不過我現在變了 我現在覺得是量子力學 就是說未來還會有 因為我們今天還不知道 人心道還是什麼意思是什麼東西 其實我在更早之前就接觸量子力學 那是在我們發現 事實上我後來念腦科學 念到後來我也覺得說 這個可能也是永遠沒有辦法解開意識之謎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開始嘗試去念 就是量子力學的某一個東西 就是那時候叫做 他的那個叫做 雙俠鳳實驗 這個如果你們有興趣 這不要 我不是說明 因為這太麻煩了 這個東西就是 你當你去讀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對這個事件了解全部錯了 全部錯了 剛剛洪老師也談過 就是我們有一個基本預設 唯物論 記得唯物論是預設 它不是答案 剛剛講物理論 唯物論意思差不多了 意思就是說 這個世界是由物質所構成 包括人心在內 反正大腦運作 大腦是物質 大腦運作產生的人心這樣 那這是預設 這不是我們的科學成果 事實上你們會發現很多學者 或很多科學家 他們會對於有其他的意見會嗤之以鼻 事實上他們對唯物論的來源可能還不太清楚 雖然目前整個學術界的風向還屬於唯物論的風向 就覺得說世界應該是 所有的一切應該是由物質所組成的 可是好像如果你讀了壓制力學的話 你就發現越來越不像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會不像這個樣子 因為在最底層的例子的行為 根本就不是物質的行為 你沒有辦法用物質去了解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這個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夠解釋清楚 但這個是有共識的 這是科學研究結果 就是依據實驗我們很清楚的知道 這個世界我們看到最底層的物質 它不是那個樣子 從那個地方我們可以開始去嘗試思考說靈魂假設 所以靈魂假設我們剛剛洪老師也特別想到 不要用傳統靈魂觀去思考 那用什麼觀去思考 就是人的心是由一種目前我們所不知道的東西所導致 而且這個東西很可能應該就不是我們所知道的物質 它應該是別種東西 那我們不解成它為靈魂 那這個靈魂是不是跟我們傳統的靈魂一樣 那不知道 但是我們先從這個點出發 這是我們目前靈魂是借用一下 那從那個角度出發 我發現了一些東西 這個東西我覺得我們可以用來支持靈魂的存在 那如果有空的話我們未來有空再說 就是你們可以去翻我的論文 這邊寫了一些這方面的論文這樣 打論文可以嗎 那洪老師提出了這本書裡面 提出了宇宙學習 我覺得那是又另外開展了一套方式 一個方向 就是我看到他這本書之後我也發現到 這個真是太有趣了 我開始又讀了他的東西之後 我又發現到說裡面又有一個不同 又很多不同 那不只是一個想法 那簡直就是一個思常 我們可以從宇宙全息論裡面一進去 我們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一個議題可以來思考 包括靈魂的議題 人生意義可以重新思考 還包括說什麼樣子的一種 宇宙 我剛才在上面我們在示範的時候還跟大家談 我說我跟他講說 我不是那麼同意那個訊息議員論 就有訊息 訊息就是這世界上的最根本的東西 我覺得或許我們應該把心跟訊息 還是要分開比較好 不過這當然就是 未來可以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再更深入討論 那這可能就太深入了 可能也不適合在這個地方談 不然我很希望說洪老師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然後改天我們再找個時間來討論好了 那我覺得時間還是給大家 就是我們覺得這種哲學星期五 應該就是一種對話 然後打開我們的思考 讓我們分享不同的想法和經驗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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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可以聽出來 季老師呢 他用這個字也叫訊息二元論 所以他 心息二元論 心靈跟訊息可能還是兩件事情 所以他更大膽的想要說明 可能有靈魂這種東西 那跟我們傳統的靈魂觀念 可能會比較接近 就是他的理論 他可以包容這樣的可能性 那相對來講 洪老師就覺得應該是一元還是訊息 那可能跟一般對於靈魂的理解不太一樣 不過剛才講那麼多 這個宇宙是訊息 原來的靈魂是訊息 其實跟我們傳統的 有很多國家的觀念 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例如說 國家認為無我 可以 no self 其實可能跟洪老師這種 從科學角度 從量子力學的理解 人性的本質 有很多類似的地方 那我相信在座很多 可能有很多的疑問 那我們現在就開放給大家 好吧 我們先收集三個問題 有想要提問的朋友請舉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因為洪老師講到全息訊息的問題 就像DNA一樣 假如這個訊息 一般來說 一個訊息它是一個Defined Well的一個東西 那麼問題是我們也知道 這樣子它後來是一個機率的問題 所以它是否是一種 比方說我們有解釋學們講到自由意志 所以假如一個全息訊息 它是一個老老就已經規範好了 那麼將來就不會有自由意志 也不會有這個叫做機率的問題 那麼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我們這個人大部分包括我們很多宗教也好 心靈也好 我們希望人是一個有意義的一個人生 不管是將來過去 但事實上存在主義 剛才洪老師也提到了 也就是說物理學家裡面有提到 宇宙大爆大爆發以後 慢慢整個滅亡整個沒有 如果從比較悲觀的角度來說 宇宙可能是全部沒有的 而沒有任何訊息的問題 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想問問一下 那我也想要詢問關於訊息一人論中 認真一自有意志的訊息 但是我好像就是第一個問題請注意到 好 其實我也是好 其實一個唯物論 其實我覺得反正還是 唯根就是 是不是整個世界是一條 無線長的一個火鍊 或是是不是有意思 這個東西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們看量子力權 因為量子力權 它其實只是一個 觀察世界的一個模型 而這個模型 我們可以 因為我們已經見過了世界 但是我們可以 用這個模型 再反過來 再溝溫的世界 像您說的物質 這樣物質 我們可能 我們現在的 你被動變成了 一個抵抵 這樣子嗎 那 在量子力權裡面 剛好 這個 不認為因果律 在世界裡面是那麼 那麼重要 那 最有名的是一個 EPR的肖念 EPR的鬼論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EPR是三個人 E就是 Einstein Einstein Kodowski 跟那個 Rosik 還是第三個名字 我忘了 這是三個名字的 Initial 叫EPR 那他們三個是做了一個思考實驗 就是 後來這個思考實驗 經過二三十年 他最近 大概 最近 十年內 最近 有人做出 實驗來 就是 安英坦 跟其他他的兩位同事 所提出的 思想實驗 思想實驗 就是用佛景 構造出來的一個實驗 但是沒有經驗的見證 那這個實驗證明 EPR的現象是真實的 那EPR的現象是什麼 就是 如果你有 兩顆糾纏在一起的 例子 什麼叫做糾纏在一起 就是 如果用數學來講 它是重疊在一起 如果用common shape 用普通話來講 就是 他們是互補的 就是 例子有一個特性 就是 例子A 的自旋角度 如果是X 那 自旋B的自旋角度 就一定會是Y XY一定會等於定值 這樣OK嗎 就是說 自旋它 例子 例子沒有什麼性質 例子是運動跟自旋 跟質量 但是質量會受到 運動的影響 那 運動 運動當然是運動 就質量 不是它的內存的性 就是 任何例子的質量是會變化的 你速度很快的時候 它的質量會變大 速度變慢的時候 質量會變小 那 EPR的現象就是說 這兩顆糾纏在一起的例子 你把它往短方向 這個移動 可能移動十光年 或者十億光年都可以 然後你在 這一天 變動 更動這個例子的一些屬性 譬如說自旋的角度 例子就是 都是這樣在旋轉 或者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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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自旋都有 這叫spin spin都有它的一個數值 你改變這邊的自旋角度 這個 在非常遙遠的另外一邊的那個例子的自旋角度 就同時改變 所以這個叫做 Long local causation 或者long distance causation 長距離的因果 長距離的因果關係 違背 五點的因果關係 五點的因果關係 一定是 A 產生B A一定在時間上 出現在B之前 第一個 A跟B要 在空間上要接近 他才有可能 做能量的轉換 才有可能 A才有可能 Course B 那 Einstein的EPR effect 根本是 否定了這種 那個Local causation的可能 就是 近距離的 這個因果關係 不是唯一的 這個東西跟東西之間的 供電的關係 不是唯一的 所以 在量子力學世界裡面 並沒有因果鏈這種東西 而且沒有一條唯一的因果鏈 因為所有都是機率 我現在 這個事件發生了 下一個時間點 我這個事件會往 譬如說 等一下 大家回家 你會 直接回家 還是再去跟朋友 特別查 特別久 這兩個選項 他各有他的機率 就是 並不是唯一的一條路徑 但是在古典 古典物理學裡面 A cost B A發生 B一定會發生 不可能有別的發生 那 B發生 C一定會發生 也不可能有別的 這個是一個決定論的事件 這個在哲學上叫決定論的事件 但是量子力學裡面是非決定論的 所以我想跟你剛剛那個問題 在量子力學裡面並不存在 那剛剛另外兩位都提到 自由意志的問題 如果人有自由意志 他也可能是在訊息裡面 選擇裡面 早就規劃了 你也會有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 你可以把它了解成 他是在這種 顯出秩序裡面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的屬性 在世界最根本的存在那個層次 無所謂自由意志 這是一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可能性是江規勒 江規勒也有想到這個問題 江規勒他做了一個實驗 叫做延遲選擇實驗 Delayed choice experiment 延遲選擇 這什麼意思呢 剛剛這個 基建哲老師提到一個雙夾縫的實驗 雙夾縫就是說 你不要去觀察它 你打一顆粒子 通過兩個夾縫 一顆粒子它不是走A 這個夾縫就是走B 我們的了解是這樣 所以打過肌肉在那邊的感光板上面 如果走A這個 這個粒子就會打到那邊 如果走B就會打到哪邊 打到這一邊 只會打一個地方 一顆粒子只會往這邊去 或是往這邊去 但是我們觀察到的不是這樣 我們觀察到的是 它在那邊形成一個波 一個波形 就是中間啊 這個粒子打到中間的機率會比較高 打到兩邊的機率會比較低 但是它不是說打到兩邊中間就沒有 不是 它只要有機率 就是真實的 就是會發生 所以 它是 它是 只有要把它了解成 波 只有位 才能夠解釋這個現象 因為如果你 啊 用 用海水 用水 形成一個波 讓它這樣 流過那個雙條縫 你就看到那個波就是 這樣前進 對不對 這樣前進 所以雖然只有一個例子 可是例子是波 所以它這兩條路線都會走 兩個雙夾縫都會走 可是 你如果去觀察 我在這個夾縫觀察 這個例子有沒有過來 那 它就不會有波 去觀察 在那個雙夾縫後面 去觀察的話 它就不會有波 就是 例子 就打到固定了一點 好 好 那 這個 江輝勒他的實驗是這樣 他說我觀察 我不要在那個雙夾縫後面來觀察 我前面就來觀察 我在前面觀察 結果 這個例子呢 雖然你在前面就觀察 但是這個例子呢 該是波的時候它還是波 該是例子的時候它還是例子 這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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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原始選擇的 一個實驗 那你不觀察的話 這有一個弔詭 就是說 我現在去觀察 結果這個例子呢 因為被我觀察 所以 所以它知道 它知道它被我觀察 所以它知道 要通過雙夾縫 應該是以波的方式過去 還是應該 以例子的方式過去 根據我的觀察的結果 它會這樣走 所以 江輝勒他認為說 其實 這個世界 是我們參與的結果 我們去觀察這個世界 才讓這個世界長成 跟我們這樣一個樣子 那這個 這個在 這個 很多討論裡面 是認為說 江輝勒的實驗 其實允許了自由意志 在這個 物理世界裡面的角色 所以 如果你用 量子力學 或者用 量子 量子廠理論 來了解這個世界的話 它並沒有排除自由意志 所以我想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這邊這位先生的問題 就是 因為自由意志是意義的基礎 一旦你沒有自由意志 人生的意義價值 都不知道怎麼談 這是一個 一個非常 關鍵性的問題 而且很難處理的問題 譬如說 李貝 有一個老師兼科學家叫李貝 他已經過世了 他本來在 這個 加州大學的 舊金山分校 那是一個醫學院 他在那邊忍教 他做了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是這樣 另外 你 假裝你現在 有自由意志 你說你要去 喝這一杯茶 決定要去喝這一杯茶 這個時候 其實你被測量到了是 你的所有的 要去拿這個 拿這個茶杯來喝茶 這些所有的 這個身體動作 所需要的 腦神經的運作 需要做的 這個腦的應該做的事情 他已經都做完了 做完以後 接著 你才 所謂發生所謂的自由意志 就是自由意志 會發生在你的腦 完成他所有必要的工作之後 才會發生 那這個實驗一出來 知道 很多腦科學家 我不知道為什麼 腦科學家那麼討厭 自由意志 他說 立背證明沒有自由意志 可是立背就立刻又做一個實驗 他說 好 雖然 腦已經做完 他該做的事情 我的身體動作 就是這些腦做的事情 神經系統做的事情 我這些肢體動作 就一定會發生 這個物理的作用 可是 我如果再 假定說我要去拿杯子 我再去 手真的實際上伸出去拿杯子之前 大概 大約是 20到200毫秒 大概是0.2秒 之前那個時間點 我可以 決定不動我的手 決定不動我的手 那腦已經決定要做一件事 可是 做之前你可以決定不做 所以 比別說 比如說我的實驗 蘊含 我沒有自由意志 對 沒有free will 可是有free will not 那所以我把它收寫 叫做free will not free will not 所以有free will not 那這證明這個 eBay 其實證明說 自由意志只是這樣 對不對 有一個恢復值的 超過腦神經作用 它才可以終止你的一個行動 所以 我最近審查了一篇論文 是一個神經科學家寫的 寫最有意志 但是 他很高興 他用了利北的實驗 然後 再用 對利北實驗的一個擴充版 或者一個 Underband的一個版本 那個是一個 德國的一個團隊 是 那個團隊的力量 跟我還蠻熟的 那他們是 你別是用那個 那個 那個 EED在測 可是 德國那個團隊 是 柏林的那個 柏林這個 風暴大學的一個團隊 他們是用mri 用mri 這個mri可以測到 你的大腦的運作 在你實際上 啟動你的行為的時候 之前八秒鐘 他不得了對不對 一輩子做五百毫秒 就0.5秒 就是0.5秒之前 我可以 預測 最好事 可是這個德國的團隊 是8秒鐘 因為他用mri 就是 核磁 核磁功能 共振 核磁共振 造理 用那個方法 可是 這個團隊不敢說 他們正也沒有自由意志 他們不敢說 因為 預測 準確到一定程度 大概 不證明 自由意志真的不存在 所以 我認為自由意志存在 如果你認為這個世界的最根本的存在 不是物質的話 那這個非物質的心靈 那個力量 可能我們現在都還不夠了解 我覺得 自由意志是真實的 而且 因為有了自由意志 我們可以 有意義的去討論 人生的意義 生命的價值 那這個是大哉問 所以也是我 現在正在進行的第二根數 就是 不然你自由意志的問題 好 謝謝 那我們再休息三個段 一 二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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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個必須更複雜的討論到說 如果我們一直能量著在網易相對的時空作標轉換下 兩個如何去在時空作標轉換正確的計算之下 證明它並沒有違反應付的情況 所以說這是第一個 我必須快速計算 如果它有興趣的話 當然不管你是谷歌或是錄影專業 它進去證明這都是OK的 它至少沒有很嚴格的違反在股點的應付的規模 我查了什麼問題 這一定要玩下去算 才可以有足夠的證據 這是第一點 再來是說 我基本上理物理學的專業 我這樣的信仰科老師能夠以哲學的出身 提到這麼多的專業的名詞 無論你得到ADS、CMT、Persoundments、Unroofs,Effects、Pondential Theory 這些東西 是這樣的了不起 可是我必須認為說 第一個是 老師所提的這些理論 至少在我的專業論文裡面 我們這些物理學家或是那些物理學家 他們所提的這些理論 都不是要探討老師所提的這些問題 但是不管你提到 像老師還提到Formation這個詞 Formation在於當初最大的關聯在於探討說 黑洞、CMT、Persoundments、心臺上 裡面的認知全力通過問題 這個資訊 這這個的資訊跟我們現在一般人所想要談的 無論是自由意識或是靈魂 這個資訊是完全差很多的 因為你們的老師在演講或書裡面 你們最後的書並沒有很鈴請的給出正式的參考 所以說雖然你有大致的提出,他講的是什麼,但是我們至少以我分的臉,我看完的書,我仍然沒有辦法能一對一的直接去驗證老師做reference的每一句話,是不是這個故語學家他當初所提的最早的歷史? 因為公共程度上我會非常的擔心是,老師是不是只是拿那些我們故語學家所提出來的名詞,但是是用來作聽自己的解釋? 這個是非常大危險的,用一個,不知道現在我們用這樣的名詞來說,但是公共程度上在台灣或中國大陸有一個中文名詞叫民科,用一個負面的話來講的話,物理民科很多時候會入入這樣的一個陷阱,是他並不是完全在講一個正確的科學規範的一個事情 然後補充一個證明就是說,再好是剛剛的演講,或是引論者他在提到入主持的時候,我並不意外說,對於非物理專業有各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但是至少我相信受多物理訓練的人,他絕對都可以講得出來說,微觀論量子力學跟古文力學,兩者並不是在,如果你講的是 如果你講的是學歷格的Condor Mechanics的話,他並不是從大學的基本訓練就會告訴你說,怎麼走五點極限 可以把Condor Mechanics,學歷格的Condor Mechanics,約化成Pasco Mechanics,這兩者是完全的這樣 所以為什麼我們看到棒球跟電子,這樣的東西,只是我們在不同man skill,選擇不同適合的理科去描述 但是這不是說代表說,我們能力學的量,學歷格的Condor Mechanics跟Pasco Mechanics,兩者是衝突的 所以當老師一直在,也許暗示著說,我們現在看到物質跟靈魂這東西好像不是一體的時候,這物理學他完全不會這樣子看這個事情 我們現在摸得到這個東西,他那個物質跟我們說他那個波長的東西 在物理學的研究訓練裡面,我們這邊講得出來,這東西他是什麼樣的一樣跟什麼不一樣 我們是用這樣,很抱歉,因為這個一定要專業的語言才能夠描述 所以這不能夠用這樣的一個誤會來帶給一般的主眾,就是我們這樣非常擔心的一點 所以說只是希望老師說,有幾個可能一定要提供 然後最後一個無上大雅就是說,老師剛才在書中都有聽到什麼的中文名詞 那只有一個最大可能必須可以提供老師做更多的是說 Essighted State,我們剛才會就直接翻譯發派 就是在目前出了這麼久的SLA跟中英文課本 我們都直接這樣講算他的落口 但是用氣氛這個詞,至少我也可以,目前沒有聽到這種大物理會這樣說 那我想民詞的統一,就在這點上,可能也是 聽說給老師掌握的資訊,然後先接著,麻煩同意,謝謝 好,謝謝 這位比較少,我們先問一下 如果這邊有五個物理學家,他會有五個不同的意見 我相信五個物理學家會有,超過五個對我說的 會有類似雅雅雅這樣的批評 我只能這樣回答,你講的我都同意 因為很多問題在物理學裡面還是有很多爭議 並沒有那麼強共識 但是我的角色,我作為一個拿手 我不是在跟物理學家一起,但去解決物理世界的問題 我是從我,很多不同的物理學的說法 物理學家的說法 因為我引述的東西都是從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 有些人都沒有講得出 他們如果,你如果不同意他們 那是物理學上的一些爭議 我作為一個Philosophore 大家可以看到我剛剛那個論述 我只是要論述 我的核心論述是,這個世界是物質的 我希望一步一步的導向 世界是非物質的 這在物理學上是可以有支援的 這個Philosophore也許在物理學上 物理學家也不見得了同意 坦白講,就是我引用了像Sean Carroll 他的東西,恐怕很多物理學家對他有意見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剛剛這位朋友,他有物理學的背景 他對剛剛的那些意見 其實我都沒有,我的同意都是正確的 但是我在寫這本書,我在這邊演講 我是身分是哲學家 我從物理學裡面拿我需要的出來 最後我還提到一些東西還沒講 如果那個東西再出來的話 恐怕物理學家更會不同意 因為我物理學沒有那種東西 就是我到最後是覺得那個 老子的道 還有那個維世論的阿賴約士 跟我講的那個innovation有相同之類 所以其實哲學上很多是靠pure reason 靠國際上的一個推演 那前提不一樣,推出來就不一樣 那所以我想,想證明的 或者想表達的 就是如果我建立某些前提 我會導致怎麼樣影響我 那這個過程當然你可以指引這些前提 這個是非常legitimate,非常合理的 所以我謝謝你的意見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給哲學家一個機會 就是不要叫哲學家當物理學家 我非常感謝你 那他剛剛講那個是值得大家再思考 因為像那個EPR那個校園好 我是挺剛剛我們講的那個機會 有一些人就是不同意嘛 但是我如果是物理學家 我可以處理 可是我不是物理學家 我是有這麼多非常有credability 有學術的一個聲望的人 這麼多的物理學家 他們會這樣講 所以我引述 那這因為就是給一般讀者看的 所以出版社要求是不能給你註解 不能給我註解 那但是都可以traceback到底是哪些人在講 其實我後面附有非常詳細的那個 中英文名詞對照 人緬和對照 那我希望這樣可以回答 我懂得這個 我剛剛就在想有沒有物理學背景了 那可以給我一些feedback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 應該是在四月嘛 四月我在楊緬大學 我會跟另外一個物理學家 對變 另外一個物理學家叫高永泉 是台大高冷物理的專家 會在楊緬大學的禮拜五下午 不是網站 禮拜五下午的一個演講 我會跟一個物理學家對變 對話 就是 談世界的最根本的存在是什麼 那我想 我一定在那個時候一定會遭受 比你泡國更不下的百倍千倍的攻擊 那隨時對本來就是這樣 這個沒有攻擊不爽 有攻擊的話就是 就是因為大家都是君子 有攻擊在我們台灣應該更常怕 好 再一次謝謝各位聽眾 謝謝 各位可以看到 黃教授展展哲學家的那種經驗 亞歷斯科講的 五萬五事無可待經驗 我們大家真的喜歡辯論 希望有更多的挑戰 我們覺得不是用這個學說來自我感學良好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 盡募的能力朝向真理跟邁進 所以這是黃教授的一個胸井 這是基本哲學家的套路 我把我自己心裡面的一點點疑惑 跟老師加入一下 就是 我一剛開始聽老師談說 我們應該要了解人的智慧心性的時候 從符號論或者連結論的角度去理解 然後他們都是有物理基礎的 那今天我又聽到老師說 這個物理基礎可能可以用訊息論的角度來解釋 來解釋這個物理的存在 那可是最後這個訊息本身因為非常的籠統 訊息如果用在這個資訊工程的那個角度來看 訊息很可能就算出來是一個量 那如果不去算它的話 它又都是非常瑣碎的0101的組合 那為了要解釋這個量跟這個0101的組合 我們又要回到我們原來所擁有的那個符號或者連結的角度 才能看清楚這些訊息的意義 那也就是簡單講 你把那個硬碟打開來 裡面的0101你要看懂的話 你不需要那個符號對照的編碼表 那那個編碼表 又變成是要回頭解釋這些訊息的依據 這樣子這個理論會在這三個角度上面一直循環V 那我們有可能因此而真正去理解心智是什麼嗎 如果一直在這邊循環的話 那這是我自己的朋友 沒講到我會有這樣的問題 今天晚上本來不談那個問題 就是其實在我第三個還是第四張 人工智慧那一部分 大概有處理這個問題 那我要講的是 Information在江輝勒的意思 江輝勒的Information是從那個Shana 就是訊息論 就是訊息論 Information是在那邊買的 其實簡單來講 訊息就是 Uncertainty的Reduction 如果你是Rain of Chaos 沒有訊息 但是如果你那個 Uncertainty降低 你有規律就有訊息 這是 John輝勒的訊息的原始意義 那在物理學裡面 John輝勒是這樣處理訊息 就是 因為他認為 啊 啊 這個世界都是 你去觀察他的對的回應 所以 你會問一個 你會對這個世界發問 那這個世界會回答 Yes or No 就這樣而已 那Yes就是1 No就是0 所以 所有訊息都是可以 用Ex No Question 來回答 這是 江輝勒的一個 對待訊息的方式 那 我認為這不行 這不行 這不行 因為 全人的訊息是 是被動的 就像你講的這樣 其實010101 它必須有個符號對照表 在電腦裡面叫 H-key-core 對不對 叫H-key-core 所有電腦都有 每一個鍵盤的位置 都對應到一個 看你用幾個bit的那個 那個機器 如果你用8bit 就是8個bit 就代表一個符號 這個鍵盤上的A 會對應到一個0101的傳 那 我講的訊息不是這個 因為這個 如果是這個的話 人工智慧是OK的 人工智慧可以實現 可以實現人的意識經驗 這個是我是不讚賞的 我們看過很多電影其實都是假設的 譬如說 人工意識那個電影 X Machina 我不知道在座誰有看過 那裡面那個女主角好像有意識 可是 她背後假設的理論就是 Computer Sign的那個人工智慧的理論 我不認為人工智慧的訊息的觀點 就是她對訊息的了解 是足夠來處理 我今天跟大家報告的 這樣的問題 這訊息 那個 那個 David Bohm 物理學家David Bohm 給她一個稱呼 她說不是這種訊息沒有用 她要的訊息是 Active Information 主動的訊息 主動訊息就是 她本身有動難 她自己會一直命動 這個我們很難想像是到底是什麼 物理學家在這邊 可能會覺得說 這什麼很多 但是 John Miller 他就是 我記得他到最後是被人所選家 那 David Bohm 我剛講講 John Miller是 David Bohm更是 David Bohm 剛剛我講那個 那些民主秩序寫出秩序 那些完全沒有物理學理論的依據 那就是想像 你看她的書裡面她就講說 我認為是對的 那現在還沒有證據 但是 遲早我們物理學可以發展出來 可以來證明我現在講是對的 這是 這是 哲學家嗎 哲學家才會 沒有證據就講話 所以 我講 這邊有一個 很難很難的問題 就是 如果我們把訓息當作世界最根本的存在 我們如何了解訓息 這個 現在其實你問我 我也是 含糊的 這是 我 余生 跟那個 賈威樂一樣 大概 就做這些問題 處理這些問題 大家知道 我也來處理很多問題 對 我每天晚上要上電視罵人 那三年前 我 我跟民視 這個 他把加入到民視開節目 我跟民視扯掉了 說 你不要再找我 他們 就 拜託拜託 在哪裡這樣 我說 夠了 我已經做了八年了 八年 每天晚上都罵人 罵到我 我要 累積一點 你知道那是 造業啊 我要研究這個 基本存在 趕快累積一點 這個 正能量 所以這個 訊息 把這個問題丟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法 請 過我參考 就是到底 把訊息當作最根本的存在 我們怎麼樣處理 怎麼樣對待 訊息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時間限制 剛剛有最後一個疑問 現在老師 我這是今天的最後一個問題 老師好 我大概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是民視上的問題 如果我們同一老師常常講的是 我們把所有到最後有一個叫引路的秩序 最後就是以訊息做一個本體的基本的來源 或者是 那這時候我們會出現一個問題是 訊息好像是構成了物質 那但是剛剛也提到說 構成這個世界裡面 最後的是有一個非物質的東西 那現在就是變成說訊息又不等於非物質 因為如果說我們認為有物質跟非物質 那非物質其實有很多種選項 不見得是我們傳統談的心 就是它不是物質 但是它可能不會只有一種東西 就是我們非A其實有很多可能 可以BCDEF 那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就會變成說我們剛剛講的訊息 好像就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訊息等於非物質 那第二個是訊息又構成了物質的基礎 這就是我覺得在名詞上可能要做一些澄清的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剛剛在講 當然我們之前聊的時候有提到說 我們現在在看所有的問題是 涉及到所謂的個人的意識啦 個人的理解啦 好像如果說按照那個訊息理論有一個 我們現在發展外顯出來 在這個顯出的秩序裡面 其實在那個隱末的秩序裡面已經在發生了 那現在就會出現 如果我們同意這一點的話 是不是還有可能往前推動一個叫做 有個集體的東西 我們集體外顯出來的一種集體意識 可是這個集體意識其實也是在過去的 那個隱末的秩序裡面已經發生著 這個大概是我覺得 那這個會跟老師的那個政治的想法 會比較有關聯 就是說當然有個集體的政治意識 集體的人的集體意識 或者集體想要做什麼這些 這些東西有沒有一個更 就一個訊息論上或者全訊息論上面的基礎 我剛剛說我以前今天上節目 所以誘發了這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訊息是會非物質的 可是我們活在一個物質的世界裡面 事實上不見了 這個世界可能徹底徹尾都不是物質的 就是說剛剛那個全向國演 訊息在宇宙的包裹外面 投射到這中間啊 產生星雲啊 這個星球啊 或者這個 產生很多galaxy 產生地球上的人 發生這麼多事情 那這些都是全向國演 那全向國演 壯絲物質 我們可以理解其實都是以物選 這是一個錯選 事實上 本質上 它就是一個國演而已 它不是物質 它的訊息開展出來 老師那現在會出現一個問題 就會回到柏拉圖的觀念論的看法 就是我們區分兩個世界嘛 一個現象世界 一個理念世界 一個更真實的世界 然後這個 現在這個世界 只是一個觀念世界的顯影 只是它秩序顛倒過來 一個是由下而上的 那一個是由上而下的 那會不會跟這個 就會變得有點類似 如果這樣解釋下去 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主張是由下而上的 因為你講那個三個世界 對不對 三個世界要像Karl Potter 他是這樣看法的 但是他那個就是 他最多就只有一些 老科學的支援 因為他一個合作者 叫AKER AKER是一個NOPEL獎 神經科學的得主 那 他們也認為物理世界之外 有一個能量的世界 那個世界是非母子的 那我想我在這邊的發展 跟他們不一樣 我認為是Devitt Bohm 我們是採取Devitt Bohm的那個 兩層的 下面是非母子的 Devitt Bohm 下面的是 它叫做 quantum potential 量子潛能 然後從量子潛能 開展出 我們這個 這個 這個物理世界 所以 訊息是非母子的 這世界可能是從非母子的 這個開展出來的 造成 物質的 的 錯覺 我不以為我們都在一個 物理世界裡面 這個 這個是會比較 就是 我 比較接近訊息的一個 想法 所以不必然會有 你剛剛想的一個問題 就是 從物質的基礎如何開展出 從非母子的訊息 如何開展出一個物理的世界 那其實 有一個哲學家叫做 Spinosa 我想大家都聽過 Spinosa的理論叫做 雙面向理論 You're expecting still 他認為有一個underline的 他不是心 不是物 的一個 世界最根本的reality 他說這是最 continental的reality 他可以開展出 兩個面向 一個是 意識跟 心靈的面向 另外一個是 物理的面向 就是物理的世界 可以開出 這兩個面向出來 我們都經驗到 我們經驗到 我們經驗到 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靈魂 我們的心理 經驗到 這事物好像不是物理 可是我們也經驗到 這個 椅子桌子水 這些物理的世界 可是 物理世界 跟 這個 非物理的 心理和世界 他們各自是 因果獨立 就是 這個 Spinosa 什麼叫因果獨立 這只有物理因 可以產生物理的果 沒有任何物理果 是由非物理因 物理世界 形成一個 緊密的因果關係 那 心靈世界也一樣 它產生一個 內在的 心靈 心理的 它不會由物理的產生 所以 心理的一定 由心理的產生 心理 心理作用 它怎麼作用 它不會產生 物理的投資出來 所以 它兩個是 都是因果封閉 一個物質的 因果世界 一個心理的因果世界 可是 這是我們在 顯出秩序的一些 挫別 事實上在下面 在根本的 那個 法人片頭魯牙的 其他的 level 其實 是 同一個東西 所以 這一派叫做 中立 中性議員論 就是 這世界 是由一種東西 開展開來 這個東西 它不是 鮮也不是 物 可是它會開展出 新跟物的面相 但是新跟物 兩個面相 因果獨立 它不可能有交互作用 所以 這個 如果你主張這樣的話 那你可以聊 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 腦科學 老師失敗 為什麼 腦科學老師沒有辦法解釋 意識經驗是什麼 沒有辦法解釋 心靈是什麼 沒有辦法解釋 靈魂是什麼 因為這不是 物理世界裡面 能夠產生的東西 物理世界裡面 能產生的 都是物理的東西 所以 你的腦作用 產生的 都是物理的東西 不會 不會是心靈 可是 你的腦 會 會有一個心靈現象 跟它 就是 這個 isomorphic 就是結構上類似 一一對應 結構 保留 就是 如果你要 要舉這個鎖 你就有一些腦作用 你有這個腦作用 你就會舉這個鎖 好像 它永遠 伴隨發生 可是 從伴隨發生 你沒有辦法去確定 它沒有因果關係 就是說 我的腦作用 讓我產生 我舉起我的鎖 所以 這也是另外一種講法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第二個問題是 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各 各 或者我們看到的 世界的 分數的存在 那椅子啊 跟啊 比較獨立的 一個一個 對不對 可是 在我描繪的這個圖像 裡面啊 這些都是錯的 根據David Bohm的講法 我們對這種 扣碎分割的世界 其實是 我們對 下面的那個世界 下面那個粉體 下面那個粉體是 是一個整體 它是單一的 我們對下面那個粉體啊 加你抽象以後的結果 所以 如果你不去抽象 世界本身是 啊 是一體的 是 並沒有 並沒有分成你啊 我啊 這樣 所以 一個國家 或者一個社會 其實 我們現在 譬如說 小英政府在 有很多政策 其實它 很多假設 就是假設 這個世界是有很多個體構成的 其實這種非常古典的 一個 不理論的觀念 那 如果從David Bohm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 台灣作為一個整體 其實 每個人都被台灣這個社會所定義 那 台灣這個社會 也是因為你 因為大家 所以定義了台灣 所以 沒有一個人可以跟這個整體 脫離 分開 在他的這個 本體內 其實大家都是 一而合 一為 這個 核有為一 雖然 看到很多人在一起 其實 我剛剛講的那個廠的觀念 一個 電子廠 可以產生很多電子出來 可是 是不是這世界就存在很多電子 那 有些物理學家 注意了我想 有些 有些物理學家會說 其實你看到很多電子 從這個廠 爆出來 其實 只有一個電子 這個宇宙就是一個電子而已 你看到很多電子 那是一個 一個 影響 因為本質上 真實的存在是那個 FILM 那個量子廠 所以如果回到剛剛那個問題 這個我比較有趣的是 我一開始演講的時候 那個主題線的問題 就是因為在台灣 政治人物喜歡講 台灣為主題主題對不對 那有一次我 我在台灣智庫演講 台灣智庫 他們簽我自己演講 我就提出一些看法 我認為說 政治人物不要再講主題 因為主題是一個文化觀念 那政治人物應該講什麼 政治人物應該講主權 這個國家只有主權的問題 主題是文化的問題 台灣作為一個文化體 它有它的主體性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台灣這個社會 它有一個觀點 我們從這個觀點 認知這個世界 去了解這世界的一切 你說去了解這個海峽對岸 去了解川普 我們一個台灣觀點 你不會從美國觀點 來了解川普 那對台灣沒有理由 我們要從台灣觀點 所以建立台灣的主體性 就好像建立你的主體性一樣 個體的主體性 就是你作為一個主體 你有你的特定的觀點 這個觀點不可複製 這個觀點是唯一的 這個觀點啊 就是你的 觀點不可能複製 如果觀點可以複製 觀點可以複製 觀點可以複製的話 那等於是我可以跑到你身體裡面 去透你的痛 這不可能嘛 只有在談戀愛才會說 我透你的痛 對不對 那有聽過我演講的之後 我說我不相信 所以 台灣的主體 作為一個觀察點 它形成了台灣人 這個社會裡面所有的人 自我認知的 自我故事 自己會講一套 關於我們台灣自己的故事 那這個故事 構造台灣作為一個存在的展題 它是什麼東西 那你可以想像 如果個體的主體性出問題 那你 你沒有辦法構造自己的故事 或者你的觀點錯亂 你一下子從自己的觀點 一下子從 蔡振美的觀點 然後 一下子從 這個 柯文哲的觀點 那你觀點就 混亂 觀點混亂 你說出來的故事 是不一致的 通常你在講自己的故事 是有一個持續不間斷 改變的一個觀點 從想到大 我就是我 我高中練哪裡 我大學練還大 我研究所練哪裡 我現在在哪裡教書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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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穿我整個人生的歷史 那一旦這個壞掉 那一個 對 大家熟悉的一個例子 就是它 在 邊轉 在邊寫 或者在訴說 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整個錯亂掉 那個病是什麼病 失智症 失智症就是記憶錯亂 他猜他的觀點是每秒鐘都在改變 他現在從這個觀點跟你講一個故事 等一下他又改變 他會講另外一個故事 所以如果你有失智症的家人 你會覺得 他一下子說這個一下說那個 你知道哪一個 才是他的意思 對 我記得我 我觀察失智症變得是蠻直接的 因為我照顧了媽媽 照顧了十多年 他是失智症 十多年 可是得失智症 那他會 他會說什麼話 他會說 一說我問他 我是誰 他說 我知 你什麼人 你來台灣刀 我說我是你兒子 那你亂講 你亂講 我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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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就是 他故事 他自己都覺得有意義 他可以講故事自己相信 可是我們 第三者 我們來看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故事錯亂 那我覺得 我亂講 他這個 嗯 就是這樣 從觀點變來變去 一下子 從這個 香港的觀點 一下子從福建的觀點 一下子從什麼 一個台灣人的角度來 來訴說 這樣的一個 self story 自我故事 那這個自我故事 能夠在時間的變化裡面 維持一致性 我們台灣就是一個健康的社會 那這個 你可能會說 你是不是在 你是不是有反中情節啊 廣東人有廣東人的觀點 廣東人會講他廣東人的故事 信不信你廣州 廣東人 廣東人很驕傲 他就覺得自己是 廣東人 他講那個廣東話 我都聽不懂 因為他們那個火龍音很重 那北京人 上海人 他們各自 其實都不一樣的觀點 於是在中國 你會發現 內地 人海 不同省份 其實他們有各自 自己驕傲的裡面 他們會從這個角度 來講我們上海人怎麼樣之類的 那當然那是一個地方成績 他整個中國 他有一個中國的觀點 所以這個中國觀點現在 在中國是非常強行對不對 非常顯著 不是強行 可是在台灣我覺得 可惜 我們會有點錯亂 那我希望說 因為這是一個文化概念 所以跟國家的主權不換 跟國家的主權不換 所以 當你說 我們台灣應該有台灣的主體性 台灣人的觀點 訴說台灣人自己的故事 你不能說 蛤 你是台獨 因為這裡沒有談到主權 結果主權才是台獨的問題 所謂台獨就是說 我這個國家是一個主權國家 我不受其他政府的管理 或者統治 我們有自己的國家身分 我們可以參與國際組織 這個才是台獨的觀念 那如果這個叫台獨的觀念的話 其實馬英九也是 因為中華民國也是這樣對不對 才認為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 所以政治人物在用這個概念的時候 我為什麼說政治人物不必講主體性 主體性是文化的很自然的 你自然會從你的角度來講領自己的自我故事 我們台北人 我們台中人自然會從他的角度講他的故事 是不是這樣 那久遠久遠加起來 台灣人自然會從台灣整體來 來訴說自己的故事 訴說自己的故事 其實意思是說 跟著我了解 跟著我定位 那從這邊要過度到 這個台灣主權的問題的話 那我得了一句話 就是他不等於主權論說 可是一個國家要有主權 他要預設要有文化上的主體性 如果文化上沒有主體性 這不可能有主權的 那所以這apply到 應用到我們的這個 很多這個社會在做的這種面向 找找跟那個沈堅凱老師 還有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在上面吃飯聊天的時候 我提到這一點 就是我們台灣是一個 非常市場好向的社會 而且非常實用 而且長期以來我們被三種人管理 一種人叫政治 學政治學的 第二種人學經濟學 第三種人學法律的 對 文史哲義術 都是被統治的 文史哲義術 對這個國家公權力 我們都沒有 人口很多 真的很多 可是我們沒有適當的 分享 你會看到 學經濟的 他們的徒子徒孫 都在政府的那個 全力機構裡面 他們有財政部 有經濟部 有經建會 對不對 有這個那個 跟經濟有關的 然後 台大經濟系畢業的 或者哪個學家經濟系畢業的 你只要跟對 那你就是 不是進這個部 就是那個部 不然 你說 那我不要 我不要進這些部 我在民間 那民間你要 要開公司 要創業 這些都屬於 這個市場 市場力量的部分 所以市場力量很大 那法律的呢 法律有很多可以玩的 那我好多台大的 法律系的朋友 同一企業 我當過城社社長 可是城社社長 從福道金 沒有當官的只有我 比我小一屆的方郭書 那也方郭昌 現在是在判判 比我高一任的副中法 現在是在判判 國策部位 那個 比我在大一屆的取行員 我不知道他算不算他官 可是他是司法改革的 委員會的造極人 不造極人 那 所以 家裡不是學法律 學政治 不是學經濟 這個 你會被 全力的跟他的統治圈 所忘記 所以我作為一個哲學家 其實 大家可以投意 不然大家不可以來這邊 聽我演講 作為一個哲學家 其實 哲學家在 政治權力運作裡面 如果 可以有扮演的角色 其實 其實 對這個國家是蠻多的 但是 我們不僅被剝奪的機會 大家沒有人理我啊 鄭立軍 我們的議軍 美軍 我長期跟他合作 他在 他在當台灣支部執行黨的時候 我是長期的台灣支部的諮詢委員 鄭立軍要認識我啊 可是那個文化部 到現在好像沒有 沒有 這個 哲學上沒有什麼政策 所以 我講 我們需要 去 蓬募一個 一個觀念 跟一個觀念 就是 這個社會 需要更多的文史 的藝術 音樂 這方面的 專才 以及 投入這個 國家的建設 社會的建設 我剛剛提到的那個 文化的主體性 其實靠法律 靠政治 靠經濟 是不夠的 要有文史 哲義 術音樂黨 這些專利的 能力 好 剛剛那個 教授已經來暗示我 沒事 不是暗示 沒事 我時間到了 好 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 剛剛透過這個 浩老師跟季老師的演講 可以看到 哲學者在處理這些 深刻的問題 經常要援引很多 學們的知識 這也代表了 其實 有些重要的問題 靠單一的理由來進行 所以有時候 哲學家 會很大的理由 假設 很多的願景 但是最後能夠實現 只要靠岸 跟領域的 科學 一起來完成 這些 投射出來的演講 現在很高興的邀請 讓我們 黃老師跟季老師 繼續來訓練 這麼精采的演講 我們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今天 這個星期五到這邊 今天我們再次掌聲 謝謝黃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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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